就在急診室門口氣得破口大罵 確診者 人不舒服 你拿一下 他們趕我拖到外面去 你現在趕在等 這個是什麼醫院啊 等等等等 你沒聽錯 他真的說自己是確診者 可是怎麼會在這裡怕怕燥 宜蘭羅東博愛醫院27號一早 有一名確診者突然跑到急診室 大嗆醫護 衛生局追查 女子確實遭到感染 只是醫院還來不及接獲通知 他就已經到現場 還跑進急診室 把大家都嚇壞了 遠離吧 遠離 會不會很緊張 還是 是還好 因為現在不是都可以工作 不會到很嚴重 身邊的話 大概很多人也不舒服 也急躁 所以是不是有確實衝進去 有明確證據我們正在查 雖然虛精一場 他確實可以出門 用限定只能到醫院 或者是篩檢站 妮林目前確診者暴增 減輕醫院負擔 輕症就是居家照護 家中沒藥 或是得看診 確實可以通報衛生局 然後同步通知 電子圍林 否則你踏出家門 警察就會立刻來找人 接著到指定醫院 按照分流指引 就能拿到藥物 偏偏這回 他急著想拿到藥物 衛生局都還沒同步聯繫 人就到了 也難怪讓醫院 嚇了一大跳 怎麼會有確診者 自己衝進急診室 雖然現在一步步要與病毒共存邁進 但還是要以避免染疫為首要優先 這樣做只會增添感染風險 TVBS新聞簡大陳歇倫 宜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